各位所有電視機前面的線上的嘉義士的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嘉義士第一選區東區市議員候選人14號 顏色不分藍綠 支持性專區顏色田勝傑 今天很高興來到時新電視台和大家一起來參與這個重要的時刻 今天的證件發表分成兩個部分 首先和大家分享我的參選初衷 以及跟大家分享我的證件內容 在參選前 我是一名活動主持 同時也是電玩主播 喜歡動漫 喜歡遊戲 喜歡待在家 是大家眼中常見的宅女 但有別於這樣宅宅的形象 實際上在網路上呢 我喜歡在PTT 巴哈論壇 當吃瓜群眾 看熱鬧 本在自己心中呢 天生使然的正義感 喜歡出頭打抱不平 那實況的觀眾呢 會說 我是心靈拳擊手 拳拳到肉 又快又狠 我朋友跟蕭說 我是一管大炮 常常一不小心 就射了人滿臉 我推崇公民不服從 以及惡法非法 當政府用任何法律來限制公民社會的自由權利時 政府就有可能被挑戰 而政府也應該要接受挑戰 所謂的公民不服從 就是公民基於良知反省 為了追求公平正義 而採取公開非暴力 出於良心 目的在於改變政府的法律 或是政府的違法行為 惡法非法 則是強調正義與人權不可被侵害 以天賦人權為最高性 若法為惡 則正義與人權因臨駕之 主張惡法違反公平正義 侵害人權 公民得以不服從 包括不遵守 以及遊行等手段 嚴肅的科普時間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來聊點輕鬆的 剛剛主持人有介紹了我的名字 非常感謝主持人 這麼辛苦念你這個名字 這名字很長 有16個字 很多人覺得很有趣 我媽媽也覺得很有趣 因為名字常到回家媽媽 不知道怎麼叫我 想要開口叫我去做家事 想想還是算了 因為她也記不起來我現在的全名 與其努力記起女兒的全名 不如自己起身去做家事 她常常就是這樣 那個言 算了 她去做家事了 好 有很多人呢 就不小心簡稱我是天聖傑小姐 就連我的郵件招領單上面 郵差也只願意打上田聖傑三個字 不知道郵差先生是不是有關注南投的事件 不管任何稱呼 不論選舉結果 我相信這是我人生 對台灣公民社會一個光榮的印記 讓田聖傑在嘉義民主聖地使民流青史 在這邊嚴正地呼籲社會大眾 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以及網上的朋友 如果影射我本人田聖傑小姐 是口交惡徒 我將放棄法律追溯權 講田聖傑無罪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份監察院對於南投某高中生疑似性侵 以及侵害兒少隱私權的調查報告 現在我相信大家對於報告來源都很關注 和大家說一下 這個監察院的報告來自於監察院的網站 是可以公開讀取的 只要Google南投高中生性侵就可以找到了 我們先講報告結論 監察委員認為學校的性評案件 處理下程序有瑕疵 南投縣政府社勞處第一時間沒有依照職權積極妥善處理 防止網路霸凌的亂象機制是不足的 而照全法阻止識別身份資訊是否適用於網路梗圖欠缺明確的依據 監察委員說 網友在事證不明之際 及任意貼文指責 謾罵羞辱少當事人 再加上留言者呼應形同網路霸凌以及媒體公審 甚至有人在國外架設踢罷廣告 自意洩漏未成年的個資 這就有請我的好朋友嘉義小商人Kevin出來面對 這個LA廣告是他掛的 怎麼可以這麼北藍 我都想稱他為暴力美學的藝術家 有錢人的生活就是這麼的樸實無華而且枯燥 我就問 今天如果有一個未成年到處強迫他人口交甚至性交 然後就逃逸無蹤 難道只因為他未成年不能揭露個資 人民就不應該有知的權利 不能發布有個資的通緝專刊 不能提醒夜歸民眾小心防範嗎 這顯然使得社會安全網有破洞 也使得家中有小孩的父母們人心惶惶 接下來莫莉要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大家好 我是莫莉 今天替大家講的故事發生在2010年5月28日16點18分 那天是一個禮拜 發生一個禮拜 在台中日月生物科技公司被害人翁崎南 是一名有綁架、強盜殺人等前哥的地方角頭 假釋金盆洗手之後被槍擊身亡 槍手是一個未成年的少年廖國豪 各位鄉親你看看 這下輩很有公平 全台灣都知道台中有一個未成年的少年 叫廖國豪開槍行凶 被法院判30年判刑確定 結果南投有高中生涉嫌性侵 但是名字不能講 這嚴重違反了比例的原則 難道青少年犯法 還要看他的家事背景 犯什麼罪才能決定能不能講嗎 難道開槍殺人可以講 性侵不能講嗎 監察委員的報告中呢 提到網友以各種改制或重制的手法 像是長頭詩、梗圖、迷音圖等 持續的野餘霸凌甲 究竟是否構成足以識別身份之資訊 以及何謂網際網路負責人 對行為人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的定義 衛福部應該給予統一的解釋 另外行政機關有無向平台業者調閱使用者資料的權限 衛福部呢也應該明確規範 如認定兒少全法之法原不足 見請參照兒少法性剝削防治條例第八條規定修法 有未成年依法所擁有的身份資訊受保護權 並不因年滿18歲之後而急告消失 衛福部以及通傳會已公開呼籲 以免民眾誤解法令而觸法 我想問大家 監察院應該算是國家機器了吧 當國家機器承認南投縣政府有瑕疵有缺失 長投師梗圖民意圖法原不足 結果政府還不准人民討論 這樣算不算破壞言論自由 甚至國家機器在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下 憑什麼來開罰巴哈姆特以及PTT鄉民 我想告訴大家 自己的言論自由自己救 當口交惡徒成為事實 宣傳就是義務 天聖節這三個字 不應該是佛地摩或是You know who 三年前網路鄉民人人自為 害怕講天聖節會被國家機器罰六萬 三年過去了 請問這中間以及現在台灣 還有沒有下一個天聖節 我主張惡法非法 基於良心道德也願意接受處罰 還好昨天晚上Kevin有跟我說 今天政界發表會 如果講成天聖節被罰六萬 他要出 謝謝Kevin的斗內 但是剛剛主持人介紹我出場的時候 他可能要自己出 不好意思 聖節應該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這樣名流侵蝕 我是說我 聖節本人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我的政見 我的政見有四點 第一點 廟口仇神脫衣武無罪化 並且列為傳統的保護文化 台灣人很喜歡去泰國看人妖秀 去Las Vegas看脫衣武娘 去東京 我們一定會去歌舞祭庭 在大阪我們會去非甜心地 在國外看脫衣武是入境隨俗 在台灣看脫衣武就成了傷風敗俗 脫衣武無論是在早期或是現在 不對現在已經不常見了 在早期的社會 仇神或是牛肉場都很常見 既然能夠接受以及尊重國外文化 我們就不應該否定我們自身的文化 尤其又是從早年長輩傳承下來 可以說是貨真價實獨有的台灣文化 很多朋友到美國 就想體驗一下美國的脫衣武文化 當然除了有女性舞者之外 也有女性試場的猛男秀 進場需要買門票還能進去 單人秀要另外加錢 甚至在Las Vegas 也有非常有名氣的猛男秀 在知名賭場開秀 因此脫衣武的表演者 並沒有侷限於女性 讓大家不分性別 都能一同欣賞這文化之美 在台灣我們在板斗或是廟會就有得看 只要是在可被監督 以及被控管的表演場所 讓各位朋友可以欣賞在台灣 台灣在地的脫衣武情色文化藝術 紓壓又放鬆 成為推動幸福城市 甚至幸福國家的一股助力 這種優良獨有的台灣文化習足 更可吸引外國觀光客 我們應該要保存下來 第二 舉辦國際喝茶吃魚文化節 首屆稱田聖節 嘉義擁有許多優質的農產品 不管是海產山產比比皆是 一直以來政府都希望大家不分藍綠 縣市合作共贏 既然如此 我們要來推動的田聖節 顧名思義就是盛大的田園節日 並不是不小心提到就被罰6萬的禁魚 嘉義市是雲家的消費市中心 更應該不留餘力的成為推廣中心 或出去人盡的來 嘉義發大財 產品能夠推廣出去 不但能夠幫助人民生計 更能夠幫助農民彼此的良性競爭 提高產品的品質 嘉義市擁有便利的交通 舒適的環境 密集的人口 因此田聖節在嘉義市舉辦是最佳地點 尤其以後信專區成立後 更能相輔相成 結合嘉義獨有的情色文化以及特產 帶動另類的觀光材 第三點嘉義的信專區設立 在2011年11月 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社會秩序維護法之後 信專區制度已經上路了 但是到現在已經十多年 還沒有任何地方政府敢設立專區 但沒有信專區 難道就沒有信交易的存在嗎 我想這個答案大家都很清楚 只是不願意正式 在這樣的情況下 性工作者無法成為正式享有勞保健保的勞工 工作環境和薪資都沒辦法收到保障 而消費者也無法進行安全性行為 容易感染性病 或是邀逸過程中容易衍生後續的問題 那性交易的產消費模式 以及提供的方式 也非常多元 帶來產值也是不容小覷 在2019年的報寶裡 日日春協會估計 台灣的每一年的嫖客超過3000萬人次 產值可高達600億 嘉義市政府在111年度的預算是166億元 我們剛剛講的600億是將近這個的4倍 金額相當龐大 如果有政府來設立進信專區 不但能同時保障性工作者以及消費者的權益 更能增加政府稅收 無疑是三贏的局面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這邊稍微講的簡短一點 那目前 我們信專區名字呢 有個初步的概念 傳中接待 你傳中 我接待 邀請大家 一起來開啟真正的嘉義深度文化觀光之旅 第四點 滿18歲 青年第一次成年禮 是政府補助紅包 我認為台灣青少年對於性知識 普遍缺乏 使得青少年不尊重異性 否則不會我這個名字 長大成人也不會尊重自己的伴侶 因為不了解 所以也不清楚該如何表達跟改善 請大家扪心自問 身邊有多少對貌合神力的朋友 有多少對情侶跟夫妻 性生活美滿且溝通良好 我相信大家都有過這個經驗 在學校教導性教育課程時 健康教育課程時或多或少會遇到老師說 這幾頁我們先跳過 大家自己看 在台灣霸專訪性教育怎麼談 裡面有提到 以學校課程結構而言 健康教育和體育是綁在一起的 因此真正談及性教育的篇章 非常的少 加上來自於家長的投訴壓力 更是性教育推轉的一大主力 但其實研究發現 及早談好好學 對於孩子都是有一個更健康的態度 所以主張家醫師應該以發紅包當誘因 成年裡不是一定要驗證破處 或是在性專區消費 而是邀請我們專區裡面的性愛專家 手把手教導你正確的性知識 增加年輕民眾或正確獲取性知識的管道 這個課程結束呢 會發放一個紅包 作為一個對於剛滿18歲年輕人的祝福 最後 現在剩下投票日只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 想告訴大家 愛情列車長即將開車 我們目前面臨高房價少指化 社會階級複製 窮人無法翻轉 如果想打破藍綠的束縛 這是一張打破藍綠的車票 我來證件發表會 因為這是我唯一合法的宣傳 我不應廣告旗幟看板 我不製造垃圾 不派宣傳